阿菜的折偶條件 折偶條件很簡單 來 各位觀眾 折偶條件第一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今天我們要來幹嘛呢 十萬訂閱QA 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十萬訂閱QA 拖了就是不知道多久才要做 然後因為我一直就是抗拒 也沒有抗拒啦 就是覺得有點害羞這樣子 既然這樣的話 我今天這個影片會不會很尷尬 我現在是不是很尷尬 不會不會不會 好 那就我們來問 你問吧 你問吧 你什麼都問吧 好 第一題 阿菜是那種苦命人啊 所以一定要做運動 通常重訓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飲食的話如果今天吃了大餐 可能隔天就是會空腹個十六個小時之類的 還有你都喝水 你不喝飲料 喔對 我不喝飲料 你這樣子我的飲料廠商怎麼辦 蛮像我沒有那個礦泉水廠商 下一題 就平常比較沒有遇過色狼 粉絲不算 但我在飛機上就是最討厭 碰過最討厭的就是我要關那個 overhead compartment的時候 因為我一定要往上正一下 我正一下才能推上去 所以我人一定會往前 然後他就頭就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就是色狼 下一題 想啊 因為沒什麼住過台灣 所以就覺得說 是時候可以來試試看住在台灣 有什麼事讓你一輩子到現在都還忘不了呢? 那講到小時候好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就是一個 阿根廷草原上奔馳的野馬 然後非常熱情 但其實我深信如此的害羞 好嗎? 那時候我好像在麥當勞 就在慶生之類的 我一上去 結果我就忍不住 我就一上去就哭了 那很尷尬 然後大家都在下面這樣看著我 然後我在上面就一直哭一直錯氣這樣子 這是一個難忘的事情 對啊 我就沒有想到我會哭 搞不好每天我拍片就突然大哭 之類的 那想問阿菜有沒有兄弟姐妹 沒有 啊!有啦! 我有一個妹妹 你們想看她嗎? 大家好 我是阿菜妹妹 我是 Jessica 謝謝你們支持 我們要20萬訂閱囉 好 所以阿菜她是沒有兄弟姐妹的好不好 大家 欸! Rubba Jessica不當人嗎? 但是重一點好不好 她活在我們的 活在我們的心裡 那想問 阿菜從小到大最喜歡玩的遊戲類型是哪一種? 蛤?我都喜歡玩欸 我就是一個很愛遊戲的人 任何遊戲我都會喜歡玩 不要太燒腦的就好了 最好是有那種技術型 可以看得出你這個天賦的東西 就是可以秀一波操作 對!秀操作 秀操作 好!下一題想問 阿菜會不會開外語補習班? 我個人覺得我是真的非常適合開補習班 我根本就是補教名師 因為我會讓大家在最開心最放鬆的情況之下 然後來學會一個東西 因為我非常會聯想 所以我就會把 就會用故事的東西帶進去 目前阿 是應該不會 因為太忙了 我之前在香港的時候是教 那種國際學校學生 GCSE的西班牙文 對!然後他們就是整個 愛上我 因為他們是要去考大學的 就是英國大學的 跟他們就有點像 一點Friend的感覺 當空姐 然後在Twitch開台 然後Youtube拍片 各個時期的開始是怎麼樣的情景 因為一開始我是飛到那個 英雄聯盟的 Founder 然後我就自己就是很厲害 他就說 我跟你講我玩這個遊戲 我就玩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他說你有玩嗎? 然後就認識 然後他們就來香港找我 之後他就說 你不要再當空姐了吧 你去開直播 然後我就拖了一年 然後之後我有一個好朋友 得得 他就一直跟我說 走啦走 我們今天去買電腦 然後莫名其妙 我們去買電腦 然後就開台了 然後之後實況的話 就是燕子 就是你 你有跟我說可以做Youtube 之後剛好碰到那個誰啊 百姓 平平百姓 就是他是第一個跟我 拍Youtube的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啊其實你也很適合 就是他有推我一下 但是最重要的是那個 台灣花枝丸 他就說我覺得你非常適合 你必須要做這一塊 然後我想說 嗯 好吧難得說出人話 哈哈哈哈 對就開始 開始拍影片了 對 阿蔡近十年內 有沒有什麼 目標list想搭乘的 我的目標list都很狗血 就可能說 跟什麼義大利人閃婚 然後再不離婚 這樣講出去會不會大家不高興 沒有 其實我很想要 我不知道誰能幫助我完成這件事情 就第一個我是很想要去那種 偏遠的國小 就小朋友 國小那邊 然後帶著 就電競上的菁英 然後去那邊 因為他們一定也喜歡玩遊戲 譬如說跟他們做一些活動 聊聊天這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在家裡 耍廢看電視 如果 你不做youtuber或實況主的話 你還會想做什麼行業 我想要做一隻小鳥 我想依偎在別人身上 不行嗎 這太抽象了是不是 是可以啦 但是 對有一點抽象 但是你實際就 比方說可能想當廚師或 當歌手或 那 那我 我可以當吉他手啊 吉他手是不是 對啊 不然我馬上 為大家試唱一首La Bamba 然後自我歌的難度就是 就是他的轉要很快 欸沒有人唱嗎 啊你也不會唱對不對 對 不會唱 欸 可以直接到副歌嗎 好 那你又可以唱了 這首 對 OK 好 OK 就唱我是這樣 這首歌就是La Bamba 然後我之前不是在 開那個 在用王道銀行 在開直播的時候 要辦王道銀行的卡 中間出了一點小問題 我就只好拿起吉他 然後我觀眾就說 蛤怎麼那麼會 怎麼那麼會 然後就說 班啦 班啦 王道銀行 我這是一個天生的吉他手 No 真的厲害 好了來辦起來 下一題 之前你當空姐的時候 在飛的時候有遇過什麼最煩心的事情嗎 我覺得在飛機上最煩心的事情 呃 除了後宮甄嬛傳之外 那個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最煩心的事情就是 客人 身體不適 突然在家裡暈倒 或是突然就是 說心臟不舒服 或者他們有任何問題 我希望各位乘客們都是平平安安的 因為這是空姐們 他們最想要的願望 就是have a nice and safe flight 然後大家都是平安的 他們就會很開心 還蠻多人問的 什麼原因讓你不當空姐 身體不好 因為我身體就是比較 虛弱 有些人當空姐 當到那種就是要退休 那種50幾 50幾歲 那種他還是身體都非常好 然後完全就是很OK 就是體質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身體沒有那麼好 下一題是 就是想問阿菜的折偶條件 折偶條件很簡單 來 各位觀眾 折偶條件第一 打開你的電腦 然後呢 先下載 英雄聯盟這個遊戲 如果你可以爬上精英的話 你就達成我第一步的折偶條件 馬上聊天室刷掉一波 全部都鐵牌 我是有原因的 我不是因為就是說 他精英我就喜歡他 是因為我覺得在我心目中是非常特別的 譬如說你想要考台大 你只要認真努力讀書 其實你是有辦法的 你今天想要當金融業的佼佼者 你也是有辦法 但是你今天想要當個精英 不是你很努力練習 你也可以 這個是要有基本的天賦的 所以我覺得 天賦是我們人生很珍貴的一個才華 下一題 那阿菜跟男生相處 第一個會看他的哪一個特徵 笑容眼睛 喜歡牙齒 笑起來有溫暖的感覺 或是你看到他 你就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滑稽好笑的人 幽默 幽默就是鬥底笑的感覺 阿菜對於解力戀的看法 對啊我對解力戀的看法 OK啊現在都什麼年代了 又不是遠古世紀 阿菜有試過遠距離的戀愛嗎 當然有啊我曾經有一年 一個月飛三次 就是洛杉磯 然後你飛完回來香港 不是會放五天的假嗎 然後這五天 我一到香港 我馬上又再飛回去那邊 就基本上住在那邊了 對 下一題 阿菜可以接受男友是雙性戀嗎 不行 如果男友有另外一位 心儀的女性對象的話 那我可能是可以考慮 小考慮 阿菜會不會因為自己胸部大 有招惑什麼 就是生活上的困擾 生活上的困擾 我的胸部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堅挺 形狀非常好看 所以沒有什麼困擾 因為胸部大 有時候你的胸部大 但你的形狀不好看 或是你外擴很嚴重的話 困擾也蠻多的 因為你穿內衣還好 拖住 就覺得哇人家覺得你大胸部 可是你脫掉的時候 那個就有點害怕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在這我要呼籲一件事情 各位在看我台的姐妹們 我告訴你們 你們如果今天有用newbrow 就是想要讓胸部大一點 OK你們可以用電的 但是千萬 就不要一直把它擠到 就是中間很那個 這樣會看起來 略沒有氣質 我覺得 如果你們是讓它 自然一點點的大的話 就不要把它擠得很兇 就會真的 就有點小low掉 所以我跟你講 不要這麼做 阿燦你那麼喜歡英雄聯盟 那你有cosplay過英雄聯盟的角色嗎 我cosplay過雷文 可是我個人覺得 我真的很不適合cosplay 你不適合嗎 我適合嗎 可是其實我覺得你可以 可是你們不覺得 我很現代人嗎 沒有啦我可以嗎 好有機會我可以挑戰 就是認真的cosplay 因為我沒有 因為那個都是我隨便用一下 就是我沒有認真的cosplay過 那如果你就是有機會 可能可以跟一個coser合作的話 你會希望他幫你打扮成哪一個角色 好運姐吧 好運姐嗎 因為我就是好運姐本人啊 是 你是好運姐本人 近期內阿燦有沒有最想和哪位 國內或國外的youtuber合作 國內的話 其實蠻多的耶 我最想要的話是 D.John 打遊戲的 最想合作的應該是D吧 因為我覺得他打遊戲的時候非常好笑 那我外的話呢 我有喜歡的youtuber 但是我沒有就是特別想 沒有想這麼遠 Conor阿 Conor就是 可是他也是做cover的youtuber這樣子 未來你的youtube頻道會有沒有 喔我讓我講啦 除了這些人以外 還有就是譬如說 因為我身邊可能有很多 可能講話都跟大千比較像 所以我覺得黃大千蠻適合的 阿滴吧 阿滴跟滴妹吧 因為他們語言非常好 然後我語言也算是 比較多種類 哈哈哈哈 你的youtube頻道通常會有空服員系列 感情 葵花寶典 那你之後會不會有新的系列或新的方向出來 我是一個非常跳痛的人 就我現在想到什麼 我要做什麼 就會馬上多出一個系列 除了這幾個以外 最近又加了什麼鬼故事阿 然後我想以後就很多阿 搞不好我會 可能跟大家關搭 或者是 我可能會拿吉他自彈直唱 或者彈琴也說不定 因為畢竟做這些事 我就是一個commedian阿 我就是一個搞笑的人類 所以呢做這件事情會有點害羞 就臉皮太薄就覺得 這種內心的東西 不好意思讓人家看到這樣子 最後一題 如果今天你遇到一個困難 你要逃跑 然後交換的條件 你只能留下你身上的一樣東西的話 你會留下什麼 你說逃跑 然後身上留下一樣東西 對 譬如說內褲算一樣東西 是可以 上衣算一樣東西 對 那等於說如果選手錶 我就必須裸體這樣子 那我可能選我身上的戒指吧 就這個戒指 可能讓大家看一下 欸這樣子看得到嗎 因為這是我的魔力小戒 就是如果我什麼 就是想要完成願望 我就會 跟魔力小戒說 這樣會不會 因為我是欸你不會 我問你們 你們不會就是 譬如說 小時候就會覺得說 這世界上什麼都有神 譬如說 掃把神 時鐘神 會 我都會覺得 我的小熊瑞娃娃晚上 會起來 就是它是太多了 我們是不是想太多 不會我覺得 冥冥之中 有什麼在保護我們 因為像那個床 可能有床繩啊 可是在幻想世界裡 我就覺得說 我的筷子 可能也有筷子繩之類的 就我的筷子會保護我 好啦 那今天的快問快答 這算快問快答嗎 好 今天的十萬QA 就到這邊 我們二十萬再見好了 但是希望說二十萬是可以做一些 比較特別一點的東西 可以跟粉絲出去 因為我沒有見過多少youtube的粉絲 因為我知道youtube好像滿多女生看的 就是搞不好可以一起去做個什麼東西 國小 一直想去 就是那種國小或者是街上 撿個垃圾或什麼之類 這樣會不會被打死 因為去年做過淨灘了 然後進街也不錯 可以 就進街完之後我們也可以再去喝個東西 這樣子 然後跟粉絲認識一下 畢竟就是 撿完路上的垃圾的時候 也可以來一首 撿到撿起來 撿起來 撿了 撿了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影片剛剛按個讚 然後順便打開小鈴鐺 以及訂閱我 然後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 五十一